主料,鸡脯肉250克,辅料,油,盐,淀粉,料酒,大蒜两根,干辣椒两个,胡椒粉,酱油,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鸡脯肉二小块,我这个是整机上拆下来的,鸡脯肉菜场卖冰冻食材的地方有卖,肉切丝,大蒜斜切,鸡脯肉放淀粉,料酒,胡椒粉, 酱油盐抓匀,腌制15分钟,腌制好了哦,可以炒了,锅内倒少量油,肉丝下锅用筷子化散,肉丝变色后放入大蒜头和干辣椒,翻炒几下,撒点水,盖30秒盖子,开盖,放入大蒜叶,再放一点点盐,将它们炒匀,肉肉已经放过盐了,所以咱们要少放点,炒匀就好了,装盘了, 烹饭技巧,用冰粉照过的肉会粘锅,用筷子化散就不会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